好 黄仁勋现在在台湾 刮起了一阵旋风 他所到之处 可以看到媒体 可以看到民众疯狂的跟随 可是现在传出来 回答有所谓的一个危机了吗 因为美国的政府 现在开始调查AI大咖的垄断 有报导指出 回答疑似涉嫌反竞争 那现在美国政府要查 我们来看看报道 拥有黄金和石油般的价值 但面对人工智慧怎么发展 美国财政部给出重磅警告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点名 金融服务与科技结合的 自动化服务存在重大风险 另外美国监管机构也在查 包括OpenAI微软以及回答等 是不是有垄断AI市场 这些利空消息 让市值才刚突破3兆美元的回答 股价在周四盘中一度崩跌 没能守住历史性市值 加上回答在美东时间10号 即将进行股票分割 投资人提早了结获利 大量抛售 甚至有消息指出 黄仁勋计划脱手价值7亿美元的持股 都让回答周四股价走跌将近1.2% 好我们看到除了黄仁勋之外 其他也有两巨头 两个巨头也被锁定 被美国政府锁定 包括OpenAI以及微软 另外我们看到 最近大家也在讨论 黄仁勋他钱用不完 可是也有很多人说 来不及上一班列车 现在回答的股票一直不断的在涨 所以很多人在搬箱走告这个讯息 就是未来一拆时的股票分割 有人讲说一点点钱 你也可以当回答的小股东了 会回到他拆完之后 可以到大概百余元美元的价位 吸引更多小股东来参加 可是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的媒体说 有可能黄仁勋要打算脱手 他手上60万股的回答股票 所以今天回答的股票反跌 跌了一些 这是昨天他跌了一些股票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韩国的媒体 也在观察台湾的现象 因为黄仁勋在台湾 有这么多的受欢迎 然后各种的利多的消息 所以韩国的媒体 也担心他们自己会被边缘化 各国其实都有很多的竞争的 一个这样的忧心 另外我们看到 黄仁勋到底是不是在试探 两岸的红线呢 中国大陆这边的市场 他都弃之不要了吗 委员 先讲这个灰达 这个反请消 反垄断 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 叫Bell Bell Lab Bell Lab那时候大到 像一个巨兽 就类似像这样 灰达现在在AI这个领域里面 也像个巨兽 你知道美国很多电话公司 就开始告 告呢 后来Bell Lab很惨了 就被分割成好多家公司 所以Bell Lab就解散了 这个当然你说现在 我觉得灰达这个状况还好了 灰达因为灰达现在不是一家独大 它现在你看 Microsoft 它OpenAI Google 现在也都实力蛮强的 但是当然还会有比较小家 我怕你来吃我 像高通现在也投入了很多 这个AI应该就是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人类 甚至整个人类日后怎么发展 怎么生存 跟这一波都有关系 当然这个一定会被人拿出来讨论一个 Antitrust的这样子一个议题 但是美国人一定会去想 因为这些公司都是你美国的公司 而且这些公司未来对你美国的国力强大与否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美国现在他不会担心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只担心希望生产 可以移回一部分到美国本土去 创造了就业机会 到战争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好控制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的 至于中国大陆这个AI 我所了解的 美国现在有很多家的公司 也都卖AI的产品到大陆去 因为大陆市场太大了 大陆需要这个东西 大陆市场也投入了很多 那当然美国的研发跟台湾的制造 现在是居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美国为美国政府 这个位于筹谋 司法部找女友 有人告他要去查 那怎么办呢 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要太紧张 至于黄成勋卖个60万股 60万股占他的整个的资产多少呢 你刚才讲7亿美金 他现在是1000多亿美金的资产 他不到千分之一担心什么 他不会减缓潜逃的 所以他在股票分割之后 是可以买的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是不是他分割之后 大家可以去买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你看好AI的话 你有看好黄成勋这个人 当然就可以买 当然就可以买 平常我们现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看改幅 那么多的annual report 你要怎么去看 其中有一项 就看看老板的长相 你喜不喜欢他 喜欢他就买了 其实就像刚刚那个费委员讲的 因为这次调查也不只是回答 微软OpenAI都在里面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其实不只是进行事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未来事 你看这几波的产业 以前像刚刚那个费委员讲的电信 以前电信那是最大的产业 掌握电信 就是掌握一个国家的命脉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当电脑出来的时候 电脑的产业 然后再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社群媒体出来的 社群平台出来 社群平台不管是你说脸书 或是那些 又是一个所谓的核心的产业 它又掀起一波的风浪 这一波其实到 我觉得AI的产业 对未来那颠覆 是甚至超越之前 不管是电信到 所谓的电脑到社群媒体 这所有的一些产业的革命 AI是颠覆所有 因为它颠覆不止产业本身 它颠覆人 人本身都有被颠覆的可能性 都要被取代了 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美国的反垄断 它等于也是一种预防性的启动 但是我是很怀疑说 像这种东西的功效有多大 因为这个AI的趋势 整个脉动的趋势 我觉得那个已经是 人都无法已经挡不住 我觉得以美国目前选举 就是总统大选竞争到如此白热化 而且很多经济议题都政治化的结果 我认为这个时候点名 黄仁勋不能够完全排除 他现在在台湾这么疯狂 是有一点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对美国来讲 台湾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地方 你知道美国甚至 当然这是少数人我必须讲 可是已经有这样的言论 而且确实在YT上 也相当多的点击率 就是有美国的智库学界在主张 说如果台湾真的落入 中国大陆的手中 可是因为有台积电 现在假设 AI黄仁勋 这种这么关键的技术的重镇 又在台湾的话 他们甚至有人主张 要用核弹来炸掉台湾 这么惊悚 真的很惊悚 真的是像惊悚片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个好像只是一个 玩笑话或随便讲 因为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 我们今天在台湾人 我们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们凭什么自己去牺牲 本来台积电应该是 我们的护国神山 不是 你再加上如果黄仁勋 他又是独大 而且他又是台湾人的背景 而且那几个还有苏 苏之锋 他也是台湾人 也是台湾裔 不能讲台湾人 就台湾裔的这种背景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部分 如果全部来集中台湾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双面认了 他们到底是给台湾来保护 还是招惑 对不对 这个事情就会 我们就会莫名其妙 除了台湾本来在政治上 作为牵制中国崛起的一个 棋子以外 本来就是政治性问题 现在又有高科技发展的问题 那太开玩笑 我们很恐怖 所以老实说 其实美国有些时候 反托拉司法 特别是针对像黄仁勋的NVIDIA 我倒觉得对台湾可能是一个好事情 就是很多东西就不要完全集中在台湾 你看第一个台湾店也有问题 水也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现在每个县市 当然从市长竞争 县长竞争的角度 大家都希望落在我这里落在那里 可是如果全部都集中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对台湾反而造成其他的威胁 所以大家就分散一点 所有这种科技发展 世界也要分散 美国本来他们反托拉司法 你想想看费委员讲 他的读书时间那已经多长了 我读书时间的90年代 他的反托拉司法也一直在执行 所以美国这个事情行之多年 但有另外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是希望要避开的 台湾想要打造成为AI的国家 或者AI之岛 有没有电很重要 下一个阶段我们来谈谈台湾的电 美国商会昨天公布了 2024的台湾白皮书 他在这本白皮书里头提醒 并且传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 他关心我们的能源稳定 就是我们政府供应能源的稳定度 并且提醒政府说 台湾政府你突然涨电价会不利企业 原因是我们的新财长 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 未来他认为对台电在用政府补贴的方式 他认为不要 那可能要反映电价 所以这些美国商人就担心 我的电价 我的成本会不会涨很多呢 我们来看看 上任后第一个端午廉价 交通书运总统赖清德 全程紧盯 但台美商会盯的是台湾供电问题 总统美商互要稳定供电 有信心吗 不过就在端午廉价前夕台美商会公布 2024年白皮书提醒台湾政府 应该尽可能保持电价透明 并提醒电价突然调涨 对企业营运发展不利 更有超过七成成员 担忧绿能供应 就连外媒CNN都评论 台湾恐怕是一个脆弱经济体 外媒担忧台湾产业生态 但经济部长郭志辉却因为核能立场 和民进党立委闹得尴尬 前一晚行政院长宴请立委参序上 自家立委当面问卓榕泰 非核家园立场是否改变 更有律委问郭志辉 是否支持非核家园 而不等郭志辉讲完话 律委不耐的摇头匕首 是直说这样讲不行啦 非核家园的态度没有改变 所以昨天在餐区里面 确实有跟民进党的委员 讨论到能源政策的这一块 大概讨论的状况是 我没有讨论什么能源政策 就是大家沟通嘛 郭部长多次提到说 关于核能的问题 一定是在核安可以得到处理 而核废料也可以得到处理 而且在社会大众共事的情况底下 才能够往下去思考 卓会强调经济部只是多方研议 澄清行政立法团队立场没分歧 好 美国人 这是美国商会的这些成员 很怕突然涨电价 让他没有办法来消耗 就是消化这些成本 所以有讲说想要派员 来参加我国的电价决策 他说这个电价要透明一点 我们的经济部部长郭志辉这样讲 他说没有啦 怎么可能我们的电价都很透明 每一次调整我们都会公布 而且会有所谓的电价审议委员会 这是可预测的 你们这些外国商人可能要放心 请他们放心 那蒋万安讲说中央要有好的规划 包括他也看到了美国商会 这样子的一个担忧 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点就在于 大家知道过去 这个郭部长是来自于企业嘛 很多人都说他可能比较有弹性 他在上任前以及刚刚上任的那段期间 对于要不要用核电 感觉上他的态度是开放的 感觉上他的态度是开放的 可是现在他突然有一点改口 或者是有人认为是180度的大转弯 他说核三研议要两个条件过关 这还不是重点 他讲说我们现在核电 是我们没有考虑的部分 观众朋友 我们的标题就这样下 他的态度是不是逆转了 他说现在核电 是我们没有考虑的一个部分 来请教 我觉得郭志辉他的讲法一改再改 从核电只要安全法令 这个无语的话就可以去推 然后到后来说他是备用电力 然后到现在说没有考虑这个核电 我觉得他就是被电了 就是被行政院就是被赖政 就是被卓融泰 还有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跟他们吃饭一直攻击他 是然后吴四瑶还说 那是因为他委屈了 因为他在立法院很多的谈话 是被断章取义 误解哪有断章取义 就是现在的这个质询什么 通通都是公开的 大家去掉那个袋子来 我们每个人的是耳朵还是眼睛长业障吗 那个听东西都会这样断断落落吗 就是这个郭志辉 他没有办法坚持他这个专业的立场 然后我觉得联合报的陈立方 他们写的一个评论写得很对 就是说郭部长应该去问问郭董事长 你从这个业界出身 你应该很知道 这个业界对于电力上面的这个需求 而且他今天从一个经营的角度 他说他反对给予台电补贴 你反对给予台电补贴 你就要让他像是一个民营企业一样 他就要自己去赚 负责他自己的盈亏 你拿掉他的政策任务 台电现在就是国营事业 他为什么今天他会亏损得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你给他政策 给他这个政策的任务 他不能够涨电价 还要去用这个绿电 还要去花这么多的钱 几倍的钱 三倍四倍五倍的钱去用这个绿电 然后不能够用便宜的 一块多的这个核电 那台电怎么可能不亏损呢 然后这个经济部 现在那么死鸭子嘴硬 一直在讲说 我们今天这个涨电价 这个什么是不得已的 都是因为这个和乌克兰 这个战争的关系 这个是胡扯嘛 我觉得作为这个经济部部长 自己去扬弃他的这个专业 扬弃他应该就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很令人遗憾 而且重要的是 他才上任几天 他才上任几天 就把所有的 大家曾经赋予他在身上的这种想象 通通都打破了 我就看他之后呢 他怎么样去兑现 什么不缺电的承诺 郭志辉其实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只要修法通过 核二核三可以研议 不过昨天有一个转折点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 宴请经济委员会的立法委员 而且这个郭 这个我们的郭部长也是坐上宾 经过沟通之后 结果我们看到郭志辉 今天的态度改变了 他对媒体说 核电是我们没有考虑的一部分 外界就认为说 他被可能下令 刚才乃清说被电 或者是被怎么样的教导了 或者教毁了 那郭志辉是不是有改变呢 吴思耀是讲说 郭志辉过去的谈话 是被部分媒体断章取义 民进党不管是行政院和经济部 我们的立场一致 从来没有改变过 非核家园的立场 那朱立伦 国民党的党主席就讲说 如果你要打造AI岛 我刚刚讲AI国 你的这个梦想 会变成台湾的BI BI 就变成台语BI 你也没有电 你怎么打造 你用什么来打造 委员 我觉得这个郭志辉 在还没有就职520以前 我跟他见过 从他的语言可以看得出来 似乎好像产业界出身的 对他 我对他还是满期待的 因为他对核能发电 是没有什么坚持 他认为核三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是我对他520为旧职以前 对他的观感 可是昨天突然变成 好像核能都不用 大家也都知道 民进党我们也认为 民进党本来他就是 神主牌就是缓和 但是说实在的 也没有必要变成这么快 大家都知道 这几天不是黄人心来 我们台湾要创造一个 AI的王国吗 不要忘了 AI成熟以后 15亿的电话从哪边来 所以这些你们都要去考虑 所以我是认为 如果执政党一直背着 这些缓和的神主牌 这个以后我们台湾人民 用电必涨 美联必涨 还有用电绝对停电 所以他们现在很好笑的 就是说 现在停电没有缺电 真的是这样吗 郭部长是这样吗 赖总统是这样吗 是停电不缺电 那你就告诉台湾人民 不能欺骗台湾人民 其实2025非和假人 当然是延续小英 总统这八年施政的计划 所以台湾一直为再生能源 或是绿电的发展在做准备 这个也是民党政府上任以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 该做的事情 所以包括强任电网 努力的去补足这些发电 都是我们本来就在做的 那你说核电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问题 没有核案没有核电 核废料核去核从的问题 那当然过去大家可能讨论说 核电现在有新形态的 什么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型核电等等 但是这个技术的发展还不成熟的情况之下 台湾还是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尤其是大家看到黄仁勋 最近来台湾所掀起的风潮 他说台湾就是AI岛 因为我们的台湾就有AI两个字 又说这个要打造台湾成为 这个赖总统说要打造台湾成为AI智慧岛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一件好事 怎么会说要分散到世界去 台湾就是因为有台积电护国神山 有这样的系顿 加上现在挥达要来台湾设计 设计中心要放在大家都在抢 台北市讲话也在抢 说恨不得来台北市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也知道用电的需求非常的高 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执政党 绝对不可能让这些 AI的这些世界大厂来台湾之后说 没电话要怎么办 这个事情绝对不敢发生 也不会发生的 包括台积电大家知道 最近发现它的用电量占台湾用电的8% 但台积电自己也有能力去发电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这些AI智慧厂 他们自己也会有这样子一个 占生能源的准备 所以当然搭配政府的政策跟计划 希望打造台湾成为一个用电安全 而且让全民用电 在成本能够控制之下 又能够发展AI的一个 智慧城市智慧国家 有没有要回应一下刚才委员讲的 民进党的高嘉瑜女士 现在变发言代表 当然可以振振有词 我也认同说 如果民进党能够做得到的话 也是乐观其成 但是民进党做不到 因为郭志辉现在被民进党的经济委员会 群起工之 开始改口之后 可是郭志辉部长没有改口的是什么 没有改口的是他不要对台电继续补贴了 这表示什么意思 这表示说我们还不是缺电的问题 刚才我们还在讲说电够不够 他们自己评估说 如果以后发展AI的产业是不够的 这个是台电跟经济部自己讲的 这个先摆一遍 因为他们盖厂 他们选定厂纸盖厂 也要几年的时间 这个我们先不管 可是郭志辉没有反口的是说 他不补贴台电的财政 你不补贴 一年本来补贴什么四千亿几千亿的 我们电费要贵到哪里去 这就是美国商会所担心的 美国人真的吃八十年没事干 说我要去参加你的电费审议委员会 大家觉得说你美国人太过分了吧 对不对 你长臂也不要伸到我的委员会吧 大家还觉得说 民进党这次怎么比较有骨气了 说不要让他来 是因为不敢给美国人 看到真实的情况 因为很简单 你如果不补贴 你如果又不改变你发电的情况 绿电那么贵 核电那么便宜的核电你不要用 结果你电价高涨的时候 你现在就算大家要来投资台湾 真的做AI导致 谁愿意 最后再补充一下 因为你说补贴用电 如果是补贴到这些 你像挥达台经营这些智慧的 这些大厂 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我们在民生用电 我们去控制它的电价 但是在这个工业用电 或是这些AI厂等等的 这些半导体用电上 那该涨我觉得也应该要涨 因为它有这么高的获利本来 就应该要涨 那你四千亿的补贴 整个拿掉了 全部在这些企业的人的身上 那谁要来投资你 这些做设议的人 但是黄仁勋还是非常喜欢 想要来投资台湾 所以我们要关极臣 他是不知道你要涨电价 涨到哪里 就算涨电价还是非常便宜 我们 你就看黄仁勋会不会来投资 不是 周院长他已经讲说 停电不等于缺电 这个你可以解释吗 这个不用再整理 我们有机会问一下黄仁勋 会不会继续投资 如果要涨电价的话 来 记一下广告 我会不会再来 我会不会再来 你 我会不会再来 你 我会不会再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